好監察员之前呢第一次投票的时候是6比6没有弹劾陈聪明 不过这次呢8比3通过了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在陈聪明隐匿的跟施茂林同桌春酒宴 监委呢是从一个资深法官那边得到了证实 96年2月26号那一天 陈聪明到了黄芳燕家里头去喝春酒 不只是只有宜兰同乡好朋友 还有当时担任法务部长的施茂林 但是呢不管是陈聪明书面的报告 还是呢法务部调查报告 对呢施茂林是只字未提 那么监委明察暗访之后约选的当事人 最后套出了陈聪明施茂林 他们是同时在场的 那么李富店呢强调说 知道了陈聪明透露口风 证实呢施茂林是在场 所以才觉得这是提弹劾的时机了